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聖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計劃去哪裏吃聖誕大餐呢? 今次就帶大家來到文化酒店旗下的另一間知名餐廳文化扒房 嘗嘗他們的招牌威廉頓牛柳 文化扒房已經連續十幾年獲得米芝蓮一星的薯榮 入到餐廳整體環境比較暗 每台都點了蠟燭,很有情調 但對拍片就不太朋友了 我們坐在窗邊位置 文化扒房位於一樓 窗外沒什麼景觀 可以看到桌子和桌子之間距離適中 客人也不算太多 作為一間米芝蓮餐廳 這裡意外地容易訂 但好處就是比起 Capris 或Bumbana這些餐廳 環境寧靜很多 首先看看餐牌 如果想吃招牌的威廉頓牛柳 就要點他們的tasting menu 或者三至四道菜的menu 而且在預訂的時候提早要說定 要留意的是 點威廉頓牛柳需要另外加888元 而比起其他米芝蓮餐廳 文化扒房的餐廳麵包比較樸素 只有1軟、1硬、2塊麵包 而牛油也只有1隻辣牛油 不過麵包的質素本身不錯 熱辣辣 尤其Brioche軟包 牛油味好出 也很鬆軟 非常香口 前菜是生蠔三隻 Brandon不太吃生蠔 侍應說可以轉做海撒沙律 不過我們對海撒沙律的興趣不大 所以我們也點了生蠔 生蠔算是中等大小 盛在夠新鮮和奶油 有需要的話可以點生蠔醬和檸檬汁 而適應就建議我們順時針地吃 可以由淡味吃到濃味 而檸檬呢 他們都很貼心地用布包煮 我們擠檸檬汁的時候 核就不會掉到生蠔裡面 文化扒房的煙三文魚 算是另一道我們期待已久的菜式 首先讓我們欣賞一下適應上菜的過程 整個過程 視覺效果滿分 適應很細心地 將三文魚鋪成正方形 放在專用的碟上 而碟上有方形的框框 所以每個人份量差不多 最後再加上半碟的調味料 蔥花、紫陽蔥等等 還有一人一片切得很薄 烘得很乾身的薄麵包 如我們好像cracker一樣夾在一起吃 三文魚的煙燻味不算好出 但油香味非常重 同配料一起吃會遮蓋油香味 但整個配搭更加有層次 亦令我們更開胃 有脆餅至第三文字是一個加分位 令口感更豐富 大可惜每人只有一輩片 不夠厚 整體來說 香港最有驚喜的就是賣相和意識感 但味道都令人滿意 湯是扒房很傳統很經典的龍蝦湯 湯底是藍龍蝦肉 上面是Taragon Cream Taragon 即是龍蒿 除了一般的香草香氣之外 有點像八角的茴金 而龍蝦湯味道很濃郁 吃得出是真材實料 龍蝦肉的份量都很慷慨 但略嫌蝦肉不夠彈牙 接下來就是萬眾期待的主菜 威寧頓牛柳 究竟這個被譽為 全香港最高質的威寧頓牛柳 是否名符其實呢 威寧頓牛柳是標準的二人份量 適應慢慢切開 可以看到裡面層次很分明 而酥皮也大致完整 牛柳是完美的Medium Rare 另外有配菜和樹肉 份量都很大 而醬就是黑醋汁 對我們來說 牛柳不算難切開 但又未去到坊間流傳 可以做到酥皮、蘑菇蓉和牛柳 一點都不分開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刀工欠缺火候 但至少這裡沒有脫皮脫骨 酥皮厚薄適中 焗得很酥脆 而蘑菇蓉也炒得很乾 而且壓得很實 好像一張紙一樣 不會很輕易散開 而菇香也很濃郁 Parmaham 怎麼說呢 不鹹 一點都不會搶牛柳的味道 甚至沒有太多存在感 令到我們要再三檢查裡面 究竟是否真的夾了Parmaham 而主角當然是牛柳 牛柳的水準無庸置疑 生熟程度剛剛好 肉質軟軟 牛味濃郁 算是最大程度 發揮了這道食材的優點 配菜的薯蓉都合格有餘 薯尾夠香 但仍然會有一點粒粒 比起Courbouchon就差了一點 當然啦 他也不是主角 甜品是Baba Mohange 它是一道傳統的法國甜品 將鬆軟的麵包浸在藍武酒裡面 配上橙、奶油和雪糕 這道甜品試過效果又是滿分 但我們就比較失望了 整道甜品很重口味 剛才酒味很重 麵包就好像浸過糖漿一樣 甜到有點缺口 就算加上雪糕也很難中和 我個人就不太欣賞了 當然啦 正宗的Baba 酒味和甜味都很重 也不是每個人吃得慣 傳統的扒房 想用一道傳統的甜品作結也很正常 但作為一套 比較大份量的5-course dinner 吃完牛柳 大家已經飽了九成 再加上一道重口味的甜品 實在是很難 最後埋單 一共五千多元 人均2500以上 比起午餐明顯是貴一個等級 整體而言 文化扒房的大部分項目 都符合我們預期 例如環境、舒適、空間大 服務都很周到 有時在有些地方吃飯會有一種很pushy的感覺 你剛剛在這裡吃完 適應就馬上收碟 又上下一道菜 令人感到很匆忙 沒有fine dining的感覺 但在文化扒房 是很自在的 適應也配合到我們的節奏 食方面 這裡的選擇都很傳統 很經典 你不會預期 好像在caprice裡面 有這麼多驚喜 但這裡也反映了文化酒店的價值 龍蝦湯可能不夠鴨乾雲吞 或者綠豆田雞湯有創意 但大家又喜歡 又有什麼所謂呢 好過眼膏瘦低 而威寧頓牛柳也製作得四平八穩 不可以超出預期 但絕對符合 expectation 但傳統反而被傳統誤 經典的甜品 就成為了我們整餐飯最失望的一個環節 而整個用餐體驗下來大概七分左右 好吧 都對得住一聲 就快到聖誕 不知道你們又會不會考慮來文化扒房 吃一餐又傳統又浪漫的聖誕大餐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